今天分享另外一种大树 曼陀罗的水培 这是三年前我在管道的种植 最后不得不把它砍掉拿下来 也是抱管了 今天苗长大到40公分 就应该开始一道盆栽了 这里大概100个苗 麦胜打算留三棵不同颜色的试试 水培大树形的植物 因为留在水里的时间非常长 跟头越来越大 对系统的消化功能和稳定性要求更高 传统的无积水培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正所谓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积水培让我能有这个机会 可以任意试验 感谢洗碗水 感谢剩饭剩菜 挺健康的根 拿出来就放不回去了 再看看这颗苗 虽然很多淤泥 我敢保证根挺健康的 你看看污泥下依然有纯正透明的根 说明系统的消化细菌非常活跃 这是你成功的关键 但循环和消化系统的建立是非常缓慢的 我们要有耐心 最小三周 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 消化过程就是从氨泰氮变成硝泰氮的过程 我们依靠两种细菌完成 而它们都要有氧的环境 图中我们看到氨氮和亚硝酸氨 要七到十多天才消失转化完 而硝酸氨前面十天几乎是不怎么增长的 我们说一个新系统要一个月以上 才开始成熟稳定 到那个时候系统的PH就会降下来 达到我们的要求 理想情况是氨氮和亚氨为零 如果系统只有稳定的硝酸氨 系统一定是弱酸的 就是大概6.5PH的理想状态 好 我们到前面看一下前几个月放下的苗 不好意思 菜如其人 免费棉管 野草野长了 已经两米高了 这根不大 因为营养丰富 比泥土种植少很多体积 但更健康有活力 这里一颗红色 一颗黄色 开花的时候 我再拍视频分享 谢谢大家